在现代的汽车中,几乎每辆车都配备了防暴死刹车系统 该系统防止在刹车时车轮被锁死,不会造成方向失控 当你在配备了ABS系统的汽车上刹车时,你仍然可以控制转向 并且它还可以缩短刹车距离 那防暴死刹车系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在该视频中,我们将为您讲解它的工作原理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汽车转向和制动的原理 当你踩下制动踏板时,刹车片将会动作 产生的摩擦力将会阻碍车轮,使其停止转动 车轮停止转动后,轮胎与地面之间会产生滑动 滑动产生的摩擦力将会使汽车停止运动 现在,我们解释一下转向的工作过程 整个转向系统其实依赖于滚动的车轮 车轮会最大程度地避免在路上滑动 这也就意味着,车轮与地面接触点的速度一直都是零 车轮有两种运动,一种是绕车轮轴纸线的运动 另外就是沿着汽车运动方向的移动 由于这两种运动的存在,车轮有两种速度 直线速度和旋转速度 基于无滑动滚动的条件 这两种运动在接触点的食量盒应该是零 记住这个原则 你将会很快理解转向系统的运作机制 在汽车中为了避免滑动 四个轮子应该同时滚动 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你转动前轮的时候整个车身都转动的原因 让我们假设以下条件 假设在转动车轮后汽车依然沿直线形式 转动的速度将是如图所示的情况 直线方向的速度将会一直向前 如果将这两种速度合成 则它的结果不是零 这将会引起汽车滑动 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直线方向的运动也倾斜 只有在整个车身如图所示转动的时候 这种方法才有效 当汽车绕如图所示的顺势中心转动时 四个车轮都能够满足转动的条件 从示意图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 接触点的速度是怎么变成零的 现在我们能分析一下刹车时的转向原理 由于刹车踏板已经被踩下 虽然汽车在转弯 但车轮已经停止转动 所以根本就没有旋转速度 在这种情况下汽车就不会转弯了 因为这已经变成了正常情况下的制动 此时司机转动方向盘已经失去了作用 汽车依然会沿直线行驶 而这将造成事故的发生 除了汽车失控以外 没有ABS系统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不同类型的地面上的刹车问题 当左车轮和右车轮接触的是不同类型的地面时 作用在两轮的摩擦力就会不同 这将使汽车产生扭矩 从而失控 让我们看看ABS系统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它其实很简单 ABS做的就是防止车轮被完全爆死 四个车轮都配备了速度传感器 当传感器检测到一个车轮即将完全锁死时 调解单元就会间歇性的释放制动片 这样的话 车轮就可以在刹车期间间歇性的旋转 你可以立马看到这种间歇性旋转带来的效果 车轮就有了旋转速度 很显然 转向系统起作用了 这样的话 司机就可以在刹车的同时转向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 间歇性的释放刹车片是怎么减小制动距离的呢 为了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知道轮胎与地面间的摩擦系数是怎么随滑动变化的 在理想的滚动条件下摩擦系数几乎为零 但是当车轮完全滑动时 滑动摩擦开始起作用了 其他情况下可以认为摩擦值是这样变化的 但由于橡胶材料复杂多变 在刹车过程中会不断变化 轮胎与地面间的摩擦系数会如图所示变化 随着滑动的进行 它的峰值出现在滑移率为12%的时候 高于或低于这个值的时候摩擦系数都会减小 在没有ABS的刹车过程中 摩擦系数中其主要作用的是滑动摩擦 而在ABS系统中 它会通过它的算法调节刹车力度 来使滑移率保持在12% 这样的话摩擦系数保持在最大 刹车距离缩减到最小 现在我们来解决汽车的不稳定问题 现代ABS的一个子系统叫做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也叫EBD 能够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精准控制作用在车轮上的制动力 可以测量出EBD的偏航率和每个车轮之间的相对滑动 就能够减小由于车轮相对滑动而产生的摩擦力 这样可以使横摆力举和整个汽车都处于可控状态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为您讲解防暴死刹车系统的工作原理 如果愿意的话 请在PATREM网站上支持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